这一节目又来新冠危险的疫情相对欢和 但是在在全球各国疫情确实越来越严重 中央流行疫情机会中心因此地来算法 对后个月开始要来开动在首当红疫情案 规定民众要建立白日中所都要共测地水 因为今天是在这12月份就要留守基盘 包括国际关约借 住了三杯 消防 邀车载 还有看年晚会 议员郑光红在19号这十年时是特别来 服务的家议市政府 一定要来提早做好营业和整个 就是在服务的工作 昨天两点钟我有在看线上的直播的记者会 但从头到尾我好像没有在记者会当中 听到就是我们的部长有提到 就是这八大类的场所当中要强制来戴口罩 所以我这边要请教一下 到底12月1号开始 这八大类的场域到底口罩的佩戴 是劝导还是强制 这边请局长 我想这个都不会是绝对从零到一百 中间之间一定很多的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劝导 希望你现在要进来要看人家说 你戴个口罩 他不戴 拜托你能够戴 维护大家的安全 那再来可能有些场所会像以前 前波我们有些场所他自背了口罩 让民众可以顺利进来 那如果是民众一直履肩不听的话 那可能就会动用到这个罚者的部分 那就会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派员收证 收证或给采法 国际基金新冠危险疫情新闻 台湾11月份 进化疫情的个案已经累积五十字 流行疫情机会中心也来公布 相当红疫争案 其中占队的北雷中所 这次共济地催案的进程 各自区院郑光宏在19号之旬 除了关心到卫生主管机关组合八卦 六十进程的进程 也接着各自 就要在十二月份 首期版的国际观察 主罗三杯 小房邀请在来的大型卫党 向于市府要提早 做好红疫营营 就有文化局的国际管月节 跨年晚会 教育处有 主罗三杯的棒球杀 还有民政处 在圣诞节前夕 有办一个圣诞采接 这个我想大概都符合 这个CDC所谓的户外的大型活动 需要去做到 建议要做到这个 总量管制的部分 但我这边来请教一下 我们文化局 总量管制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做 在户外的活动 我们目前会有几个做法 因为像是我们的国际管月节 它的采接 以及它的晚会 以及户外音乐会 它其实都是在户外的活动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根据CDC这边的规范 我们其实会采 就是限制出入口的管制 所以我们第一 先把出入口减少 让大家进出的动线 是可以单纯化的 那第二的部分是 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大家全程佩戴口罩 那以及测量额温实名制 那以及酒精的喷洒消毒 这个部分 那在总量管制的部分上面 我们这边会遵照CDC这边的建议来办理 那我们总量管制在200人以下 那也且都是户外保持 1.5的社交距离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运动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尊重专业 所以现场我们除了进场 人数除了做管制之外 另外我们在球场上比赛的孩子 在进去入场之前 我们都会实施量测体温的动作 那这个也早在体育署 也有召开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我们也把同样的处置的方式 已经也有核报给体育署知道了 好 谢谢 处长 综合幼道中所和大型华东在内 人条较多 在这边的中所共济地水平 为欢迎的人上当将出义 1.5千户的发金 计判希望业务主管机关 可以预警公布 旗扎的方式 还有彩获的标准 做好营营几位 明天在这国庭可能会 再度出现的疫情 西新新闻 杜丁顺王乡山 各一期 蔡红博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 好友双语服务认证标章 就能畅通无阻地在嘉义市 大街小巷里尽情享乐 我们提供双语菜单 双语店家手册服务 以及店家英语实战培训 英语食材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吃 吃 喝 买 乐 都能够自在享受嘉义市 獨特的文化氣息和最道地的人情味 嗨 嗨 我們可以看看你的餅乾嗎 對 哇 這真棒 謝謝 這是中山肉 中山肉 我們叫做餅乾 看起來很棒 哇 這是我老師的餅乾 我看起來很棒 歡迎來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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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加好友吧 歡迎來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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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join me 透過嘉義市雙語服務認證標章計畫 我們協助嘉義市特色店家 擁有更便利的雙語素材 來與外籍旅客互動 讓更多人發現嘉義市的美好 邀請您一起來暢遊嘉義 Come join me